容物月 这些够猛 不够我再去采 可以了 可怕吗 不 你要快点吼起来 嗯 容物月来了 在哪儿 她受了伤 暂时不会现身 是为了救我吗 走吧 去看看前面那些 到底是什么 好 魔玉的建筑和人界的有这么像吗 倘若这原本便是人界之物 也就说得通了 容物月 你好些了吗 嗯 谢谢你和北洛之前救我 本事应该 我知道 光说谢谢没什么用 你们也不是邪恩图报的人 不过 我还是很想有机会 能报答这份大案 行了 这不正要麻烦你们博物学会吗 嗯 要是能帮上忙就好了 那容物月 你说的这本来就是人间的建筑 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是顶湖 古代的顶湖 古代的顶湖 原本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细想沿路所见 应是无物 古代的顶湖 难道我们还在人界 不 既然个体之力也足以裂开空间 那么天地自然更是拥有无穷大的威能 倘若在过去的几千年间曾经发生过什么 令古顶湖整个从空间裂缝掉落至摩浴 也并非绝无可能 倒是合理 这 太不可思议了 古时候的顶湖 那这些宫殿模样的是 轩辕皇帝陵 皇帝陵 难怪 难怪都说皇帝葬于顶湖 可从来没有更确切的记载了 我的祖先 我们走近看看 走近看看可以吗 有东西过来 古考会 他们 怎么这样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不能说话了吗 敬云 等一下我快沒血了啊 喔唷 這招躲不掉 紅色躲不掉 哎 啊因為我剛剛沒沒有按好 哎 我不是按到了嗎 我趕快去拉 雙手 我趕快去掉 這一回 也是 招開 真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你取出他们的眼珠子 在头颅里种入芒痣 那也还是一群废物 又傻又愁 连探查的活都干不好 那么下回有你去 不不不 空间裂缝那种地方 我可不是辟邪 你故意让我有去无回吗 五丈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下回再也不敢这么鲁莽了 我只是 想报仇 一时忍不住 不要不理我 你不知道 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 好害怕 脑子里面很乱 就迷迷糊糊地到处走 后来我的梳子还掉了 被那些人捡去 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天底下的人 都坏透了 可是 我们又能回哪儿去呢 细灵已经不在了 雷族 怀惜 统统不在了 我只剩下你一个情人 别丢下我 五丈 怎么可能丢下你 只是你我力量为负 倘若行事不当 反舍其身 在这儿 昔年轩云丘人定兴旺 几千年后 皇帝后人又何止千万 剑一个杀一个 你打算杀到何时 那要怎么办 难道不是杀一个算一个吗 难道我们的仇 就不报了 仇当然得报 所以 杀一人无异 姬轩云要人族兴盛 我就偏偏令他们沦落魔狱 你是说 天心静遥 若非如此 你我也不会醒来 正好趁此机会 看一看乌之国的那个传说 是不是真的 水质 只是看起来像吧 从眼眶里爬出来的 多半和这些人的异变脱不了关系 或许同乌赵有关 怎么说 我们进来这个空间 古考会的人随即出现 这未免太过巧合 先前 乌赵抓住了他们的头目 若是由他出手 也不无可能 乌之堂本就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书 所以乌赵也跟来了 还是先派了几个人过来探查 他们怎么进到这儿的 和我一样 辟开空间的能力虽然罕见 但如果空间裂缝已经形成 那么在它完全消失前 设法于同一处造成更小的裂口 却是可以做到 那刚才的光又是什么 简直气势惊人 一瞬间全身都像被冻住了一样 大约是静云留下的力量 旁边这座裴林是他的墓吧 静云 我好像在古籍里看过这个名字 是皇帝的臣子吗 嗯 我 我要赶快把这周围的样子画下来 以后有机会拿给师兄他们看 还要去林前跪拜一下 远远的 不打扰里面的人 若是遗骸 这其中大概也只有姬萱远的 另一侧的裴林 应当葬着他的妻子雷祖 雷祖当初战死西陵 尸骨就留在了那儿 而静云 则是片骨无存 这样 开得可真好看 大概也是当初一起落下来的吧 和后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难怪老师总说那个时代是特别的 任何神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特别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 虽然留下了记载 可是太过于众说纷纭 更像是传说里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帝王和后世的不一样 被认为在于人神之间 所谓格于上下 就是说他们可以沟通天地 天是指天上的神仙 地就是大地上的凡人 有些典籍也记录了天教神谕 然后人们遵照去做 遵照 我要是那个时候的王 可不想和高高在上的神仙有什么往来 一族是一族断 养人鼻息 朝夕可亡 你这么说 也不是没道理 你们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声音 岑英 你待在这儿 不要走远 好 我知道的 这里 竟然还能保持得正好 这里 谷顶湖上的岛整个落到了这里 竟然还能保持得正好 好 老人 小蒜 老人 老人 别 你 太岁 什么 静云的佩剑 太岁 难怪刚才 这把剑上 大概也留有静云的意念 你可以把它取出来 毕竟你身上 留着辟邪的血 什么意思 太岁在第二次铸造时 融入了辟邪骨血 非人可遇 静云说过 若他死后 无人能再驾驭这柄剑 便将他送去天路城 我也没想到 会在此处再见 非人可遇 那他 静云曾经落入魔狱 在那里遇到了辟邪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接受了辟邪的力量 那再找个人这样做 岂不是也能成为太岁的主人 辟邪之力 并非常人可以接纳 须得体质特异 且拥有对人族而言 极其强横的精神与肉体 即便如此 静云在那之后 因为身体的巨大负担 也注定比旁人早亡 静云 是因为这样过世的 不 他是战死的 当时有魔族入侵人节 战斗很惨烈 侍传轩原皇帝 同魔帝赤友 于诸禄一决生死 从此天下大定 但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 人界就已经有了魔族的身影 之前遇到的静 原本也是魔狱之药 他们天生具有穿越空间的异能 所以才有了破静之战 我听说太岁是一柄有灵性的剑 甚至会让人觉得它有自己的意志 既然只有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 那么就是它选择了你 这个又是 以昆仑玉打造的纸环 注入了辟邪之灵 能够令静云更好的驾驭太岁 你大概是用不上的 我 北洛 云屋月 你们快来看 空间裂口 我刚把纸笔收起来 它就忽然出现了 云屋月 我感觉不到对面的气息 你呢 一样 我还没太明白 这空间能力要怎么使唤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找路去天路城 再从那绕回人间 恐怕很难 魔狱的许多空间相隔遥远 甚至并无通路 既然一时间也没什么更好的出路 那要不进去试试 这是 杨平 真的是杨平 我们回来了 街上怎么这样冷情 是因为起雾吗 先回客栈 嗯 师兄一定担心死了 不对 我不会离开太原 你们可以照常行事 但要小心 总觉得又要出事了 是晋云的佩剑 我 听到了她的声音 啊 剑也会说话吗 难道是说 让你带她走 坦儿这么清楚 只是一种隐约的感觉罢了 好 好 好 余小娘子 你上回卖给我的几条帕子 绣得可真好 那上面的花儿跟活了一样 什么时候再给我一些啊 这个月应该还有两条 那行 好了的话 你尽快来张家跟我招呼一声 我知道了 奇怪 之前闲逛时经过这家 那姑娘说她不再绣花了 再去郊外 你 什么 什么 这样 别让我从那边跳过去 哎呀 跳歪了 林子里的雾好大 什么都看不清了 镇上唯一的客栈被人帮了 小姑娘 你做什么 咱们客栈这几日被贵人包了 不能随便出入 那我师兄还在里面 还有一位姓葛的长辈 肯定走了吧 为了把地儿疼出来 所有的客人最实在前天都离开了 前天 你没记错吧 没呀 那天不是白鹿吗 我记得可劳了 白鹿 不对 白鹿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小姑娘 你这日子过得可是糊涂呀 伙计说得没错 贝勒 你瞧 太奇怪了 我们在摩浴明明只待了一天不到 哎 这针怎么不动了 我们真的在杨平 或者说 还是当初那个杨平 啊 就说摩浴哪有这么好心 直接给人一条大路啊 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不成 时间倒流了 再四处走走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古怪 你身上的食物和水 够几天的料 水 我之前在鼎湖的时候又装了一些 省着点五六天总没问题 还有这个 博物学会最新研究出来的 吃一块管保一天的小饼 是上回去淮安分会时 那边的会长送给我的 剩下的能撑七八天 就是味道不太好 你要分点吗 不用 你省着吃 我喝云无月 十天半月不吃不喝也无所谓 可惜这种小饼 没办法做出很多 就算在学会里也是个稀罕物 不然能拿它救多少人呀 城郊有大物 被什么东西挡住一样 没法过去 师兄 王碧山 借我 占悬 鸡 语 有 我明天 我明天 大英雄 还不一生 我就是 非常之够的 一桩一桩拾来 大不了晚点再一起去客栈 请问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吗 怎么回事 没人 要是出去了 干嘛不把门锁上 干嘛不把门锁上 不可能 幻觉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们跌入了幻境 虽然不是真实 但也不是寻常所说的幻境 如果我料想得不错 这里应该属于某个人的意识 意识 想法 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我曾经遇到过完全其身在这里的种族 他们把这里叫做潜陵境 而潜陵境中经常会出现梦境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做梦 而我们莫名其妙 而我们莫名其妙跑到了这家伙的梦里 我甚至怀疑不只是一个人的梦 等等等等 如果进到了别人的梦里 那我们自己又变成什么样了 身体还在吗 还是跟患了离婚症一样 我们也在做梦 可是 我觉得自己很清醒 那是不是等睡醒了 就会离开这儿 发觉还在顶湖 总不会顶湖也是一个梦吧 在顶湖我没有感到异常 进入杨平之后 曾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所以我想跟着那只燕子寻找线索 可惜它后来消失了 不过在这里待得越久 能感受到的就越多 到了刚才那扇门前 我几乎可以确定 我们身处梦中 谁能把我们带进来 无法断定 这里非常起义 梦中的事物通常千变万化 转瞬即逝 而眼前的梦 却超乎寻常的稳定 已经形成了狱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鲜明的狱 狱主 也就是做梦者 她的精神力可能极度强大 亦会有其他外力维持住了整个狱 但无论如何 既然有异常之处 我们恐怕不会自然行转 就是说 被困在这儿了 待我伤势完全恢复 应该能带你们一起脱身 在那之前 只能寄望于其他线索 既然这样 你和岑英 要不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休息 刚才那支驼队 我想跟去看看 不知道是假的 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倒霉鬼 一起去 前陵境中好去的是精神力 即便静止不动 也难以减少太多消耗 何况对我而言 在这里 伤势的愈合已经快了许多 你别勉强就行 好得到一个梦境调查 这个是 梦境中北洛无法调查 借助云武院人力 可以用阴影种方式进行感知 OK又是感知 OK 也要是扛错了 然后 辟邪可以 瞬间引读到空间 掠血所在的位置 我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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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蛮多东西的 这样掉下去应该会 损血吧 这种 我怎么 飞啊 这些都是假的吗 不是假的 小心一掌 然后 这种 你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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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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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魔不一定会有身体 也有一些魔能让精神脱离身体 或是在两者之间随意转换 所以只要是精神 就可以出入别人的意识 人在清醒的时候 前灵境对于外力的侵入会十分抗拒 做梦时则略有松懈 且魔的力量迥异 并非每一种都能进入前灵境 妖族和人族中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就更少了 若无特殊情形 也只有已经成为玉的梦境 才能让别人在其中停留一段时间 照这么说 这个梦里其他的人 岂不就危险了 万一这些魔也袭击他们 之前北洛和我说过一点魔玉的事 但那个又跟鼎湖不太一样 因为魔玉有许多不同的大小空间 其实长室也一样由无数空间组成 有十大洞天 七十二伏地 人族建立过数代王朝的神州沃土 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在魔玉 这样的地方只会更多 尝试是这园间吗 天 地 人 三界合在一起 成为尝试 魔玉也不过是尝试的数 其实那里不只有魔 也有妖和神 说起来 天鹿城也算魔玉 单独的一个空间 不 天鹿城 光明夜 还有光明夜的外围 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只是被辟邪利用某种方法 造出了假乡 似乎彼此之间有所分隔 是海 沙漠的尽头 连着海 之前的错队 他们 他们要走到月亮上去了 就会给你 有点 我们不想把 事与你 人承认 到月亮上 有点 有点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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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踩不到这上面 难道 是我太重 可骆驼比我重多了 这哪能较真 看 这个人的梦里有娇人 不晓得他们会不会理我一下 要不 你试试 喂 晚上好 看我了 看我了 我有那么可怕吗 怎么都走了 除了月亮呢 好像就没有其他路了 这个海滩肯定有不寻常的地方 自从到了这里 就再没遇上摩 被你一说 真是这样 我们上不去月亮 先在这里等 等什么 周围有净陵族的气息 或许正是那支驼队 如果的确是他们 总会在此现身的 这些人什么来头 这些人什么来头 我说过的 去身于乾陵境的异族 灭身济灵是上古时的修炼之法 专注于锻炼人的精神 寻刺法者终将彻底舍弃肉身 指引精神的模样存在 这天底下真是无奇不有 就像老师说的 古人有很多地方 比我们还要厉害呢 北洛 我有个叔叔 然后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们感情特别好 还是他把我领进了博物学会 小叔叔在学会里研究的 就是空间 他一直说 看不见的东西 不代表不存在 这个世上 一定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 需要穿越空间的方法 才能进入 四年前的一个大雾天 他说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忽然就离开了 他 是不是你爷爷说的那个青岩 爷爷跟你提过 只说了名字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么一猜罢了 全家上下 爷爷对我和小叔叔最好 虽然从那以后 小叔叔就一点消息都没了 可我总觉得他还好好的 也许已经到了旁人 没法想象的地方 遇见你们之后 我甚至想过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会不会在哪里就见到他了 至少 有他留下的一点痕迹 我是不是 在胡思乱想 这种事可不一定 听起来不着调 没准哪一天就来了 你当初知道 会遇上我们 谢谢你 北洛 我也是这么觉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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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